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三 二 一 跳 下座真正的车 我们再热泪一花 不敢说更喜欢 就让风告诉吧 推出过你一句 却被带上给鞋吃 就让我再试一试 更看到的你 对试 我无法忽视的心情 叫忌妒 这节课就先上到这里 有件事我要说一下 今天最后两节课 由江亦大学 心理学院的讲师 受邀来我们学校 开办心理讲座 自己觉得有需要的同学呢 可以去听一下 不抢这要求 不去的同学 在教室里自习 保持安静 知道吗 知道 下课吧 心理讲座 我们俩去不去 不去 一听就让人催眠喝汤 还有一堆听不懂的理论 没意思 姜佳说给我们留了位置 那我就让他少留一个 等会儿 姜佳 她们也去啊 她们都到了 我觉得吧 最近生活还挺有压力的 去听听也没什么坏处 对吧 走吧 所以沟通是非常重要的 良好有效的沟通 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发现 有些同学都快睡着了 怎么 觉得我前面说的很无聊 那 我们来讲点有意思 什么有意思 大家平常都听歌吧 都喜欢听谁的歌呀 大家的品味还不错哦 我记得周杰伦有一首歌叫 《她的睫毛》 我上高中的时候 广播站经常在午休的时候放这首歌 我喜欢在中午的时候背单词 我的同桌喜欢趴在桌上睡午觉 每当我合唱课本墨背的时候 余光总能看到她长长的睫毛 不过后来我还是放弃了 在中午背单词 因为效果太差了 也不知道影响我的 究竟是那首歌 还是别的什么 直到我认识了一个词 记忆 记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 当某个人变得特殊的时候 连视线都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她 要不要这么准 就算是她简单地笑了一下 又或者是突然间的一个对视 都会被有心的人捕捉到 然后久久不能平静 在座的有些人 应该有过类似的经历 对于这种感觉 既迷茫又新奇 其实呢 这些都是青春期的正常现象 我觉得她说一点都不对 你什么叫喜欢一个人 应该是鬼鬼祟祟的呀 不可 我觉得不可 老师说的明明是小心翼翼 都 都 都差不多 反正要是我的话 喜欢一个人就应该轰轰烈烈的 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呢 阿尔 我觉得你应该是那种 乖乖乖乖乖的类型 你先认清你自己吧 你呢 罕见啊 你竟然不买零食了 江江昨天吃巨子 买了一个漂亮玻璃瓶 钱都花完了 没事 你吃我的 买玻璃瓶干吗 秘密 对了 上次我竞赛的奖金刚拿到 我请客 这边拿 够意思 你少拿改了吗 这么好吃 果然 你真棒 那我就不客气了 张长 这些好吃你拿着 你知道垃圾食品吃多了以后 你还让我出现什么 夏侯蓉 今天你格外是 是 走吧 走吧 她今天心情是不是太好了呢 你看那个女生 是挺好看的 我也觉得她爸吓挺好看的 江家有个一模一样 太笨了 不过我觉得江家带着更可爱 我的意思是 江家她脸盘子更大 带着更合适 就是这样 走吧 今天阳光真好 你也想让他吃了 你也想让我钻 我只是想让我彻底的 你还要吗 我老师 你还要吗 这是她老师 家都学会了 她的老师 是 知道她 她刚吃下去了 她就却吃了什么了 好 初 aşk的 江家呢 她去找千语哥了 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来 那个 我想起来我作业往拿了 我去拿一下 我们先走吧 不用等我 这个点应该没人了吧 千语学长 坐哪儿来着 立正 怎么弄了 王智 找到了 怎么干嘛呢 我 不好意思啊 我就是来送个东西 固然啊 哪有你这样的 当晚上吓人 我还想说你呢 哪有你这样呢 大晚上在人家教室里 偷偷摸摸 鬼鬼祟祟 谁鬼鬼祟祟了 江家 你是不是傻呀 你送别人东西不显明了 那别人怎么知道谁送的 对我来说 东西送出去就行 知不知道又没有关系 胆子还有这么小的时候呢 你又没有喜欢的人 你懂什么呀 懒得跟你说 我怎么不懂 我也懒得跟你说 你确定要是拉在教室了 有人 有人 真是的 找到了 幸好没吊在外边 我们快走吧 走 去吧 还好没被看见 看什么呢 是萌了 谁萌了 我小哥就没想到躲起了 又没做什么坏事 那你脸怎么这么红啊 谁脸红啊 我这是蹭的 还不是怪你应该要躲起来 再在上次被人误会偷钱的事你忘了 我可不想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但 那 我们俩如果这样躲着被发现的话 后果不是更严重吗 为什么 许晓一直在抓早恋 谁那么想不开跟你早恋 你笨手笨脚的 笨手笨脚的 我ák一张 我会不会让你回头了 那我会不会让你回头了 我会不会让你回头了 我会不会让你回头了 你安心发现 这样 就有个难度了 你可不可以做的话 我会不会让你回头下来 我还是想不公开 你能不能回头 你为我寻找到这种生活 你在吗 你说得不公开 你愿意吗 我会不会让你回头了 你得不公平 她就有话 我还不会被你回头了 我还是от误会 你一样的 咱们这堂课就到这儿了 一点掌声没有 稍来点存在感呢 在你们这儿 这节课啊 讲的主要是眼神 眼神这个事情 不是一天两天能领悟的 大家回家一定要多多练习 总有一天 你们也会像老师一样送眼 炯炯有神 对了 那个 你们的这个学长 沈圈宇 他呀 就马上就要出国了 大概还有一周的时间 大家要好好的珍惜 不是 那个 圈宇学长要出国了 对 因为父母工作调动 没有办法才做的决定 对 我就 那其实不是从今天开始 就要倒计时了 不是 你们一句话都不让我说了 咱们班里边好像就多我了 你们聊一聊 去去去 好 虽然 并没有认识大家太久 但还是很感谢大家 能够加入话剧社这个集体 希望以后有机会 看到大家登上更大的舞台 加油 你昨天就知道了 去做星星的时候 我小心看到了他为了出国准备的材料 怎么这么突然 怎么这么突然 灾灾 我决定了 决定什么 我没敢亲手把信息送给他 是因为我觉得时间还长着呢 大家可以慢慢了解对方 他现在没有时间了 我不想给自己抱有遗憾 所以你想干嘛 你知道吗 人一生中会碰到两千九百二十万的人 这样一想 在十六岁这年碰到你 应该是我为数不多的好运气 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坐在草地上弹吉他 终于那么多人 我却一眼就看见了你 我开始不由自主地去靠近 打听你的班级 了解你的喜好 我承认 我是一个三分钟热度的人 可遇见了你 三分钟有了另一种定义 感觉怎么样 我还没写完 我觉得挺好的呀 但我也没写过告白信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写 不过你作文写得那么好 应该没问题的 真的 真的 而且你看 这儿 朱斋斋 姜佳 你们数学队也交了吗 你们 再找作业 对 我们还差一提就穿完了 好了好了 给你 这王楠走路怎么没声音啊 还好没被他看见 没事 你又没写名字 说到也是 佳佳 心在你那儿吗 我好像夹在作业里了 我作业 刚交了 这么多人 完了 没关系 你们老师拖延症很严重 应该不会这么快匹改 中午午休再来 张路上 听说 我们班和酒班的复旧院子 混在一起了 班老师说让我来帮你整理 不用了 快好了 没事 我帮你啊 苏再再 错这么多题啊 这后面的大题 几乎都不对啊 我觉得如果是你 应该也不希望 不相干的人随便 犯你的成绩吧 我说的是事实啊 他数学本来就不好 上次新农考试 他连年金钱也百多不进了 不算理终成绩 他在我们学校 能够排前二十 但是 就算算上 我也能提前二十啊 撑起不好还不让人说了 这平时作业懂得错这么多 这是什么 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 你坐在草地上弹吉他 周围那么多人 我却一眼就看到了你 苏再再给别人写情书呢 你认识这个弹吉他的 这是别人的隐私 因为是苏再再的 你才这么说呢 你要是不想帮忙 你可以回去 让让 你也在啊 这边第一个 这边第一个 让让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 没有 你名字写那么大 让人逛不多 让人逛不多 这千语哥还没走啊 他们就预谋转折了 你想啊 那哥们不是隔壁吉他设的吗 吉他 苏再再给别人写情书呢 应该是这个弹吉他的 谢谢啊 不客气 吉他方面还有什么不懂的地方 直接问我就行 还好问了一下 不然千语哥看见我心里写的那些 官方七八糟的月理之事 不就丢死人 张工让 感情我跟官方是个透明的 什么时候这么有自知之明了 你们俩在这儿聊什么呢 这么起劲 那边 保密 对了 智杰克体测 你们男生做引体向上 让让 你能做多少个 保密 你 这是你们两个人了吗 门到你了 我给你按着 办准备好 老师 徐老师让我找您取一下 篮球器材室的钥匙 你们一边的体测结束了 钥匙 好像在办公室 我去拿下吧 好 你们自己计下成绩 好 我看还是你靠谱 一看就不是弄虚作假的人 报告给他们计下成绩吧 好的 预备 开始 好 还有三十秒 二十二 二十一 十二十二 动作不标准 不算 好 时间到 同学 你们是三十六个是吧 三十 三十 你二十六 你刚过几个线 让让 真是甜面无私 让让让 你今天是不是不开心啊 没有 还说没有 都摸脖子了 让让让让 你是不是看到什么了 没有 你名字写那么大 让人过目不忘了 你该不会看到我作业里夹的东西了吧 你应该不会以为是我给别人写的 然后吃醋了 不是 这我就要说说你了啊 我们补了这么久的课 你竟然连我的字迹都不认识 太让人伤心了 那就把你回去再仔仔细细地看一遍我的笔记 这一次可要记牢牢 至于你体育课让我受累的事情吧 我就原谅你了 阿长 刚才热牛奶跟你也热了一杯 谢谢 谢谢 我 什么事这么开心 我 行吧 那你早点睡觉 牛奶接着口啊 好 你要勇于执着 谢谢你能走尽了我 千语哥 你怎么到高一来了 我去教育处盖个章 你是不是很快就要走了 还有两周吧 两周 这么快 我出国前还有一场演奏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过来看看 就当告别了 我看不见你还是不不忍心你 有什么事 我来就把我们拿到他 那我买三年了 那我来是便宜的 我要表现我 有一点 你不会认我 好结果 我谁说你 我没有不忍心你 特殊的那一个 前两天还因为千语哥出国的事 闷闷不乐 今天怎么心情这么好 乐成这样 中奖吗 差不多 反正是好事 你们最近怎么都有好事 妈让你这今天心情也莫名其妙的好 什么好事啊 你还没说呢 我说了 这事你们可不要嫉妒啊 千语哥邀请我去他的演奏会 就在下周五晚上 然后呢 然后 那天我就不跟你们一起走了 提前跟你们说一声 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我们也去啊 你说的时候在篮球场碰到千语哥 他跟我们说的 还让我们都去 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 他又怎么玩 他当讲变成奇迹会顾了 天晴空外里 有一片白云 一片白云 映入了我眼脸就像你一样 沉静 灰蓝色是梦境 画整个漂流瓶 来领我想你心里慢慢靠近 我思念的声音隐隐蔽感应 才会在我们头顶 银居成一场地 在地球某个裂缝 又变平行时空 哪里有我们最美的光景 你怎么周末还要跟张楼让补课啊 你怎么周末还要跟张楼让补课啊 这不是快月考了吗 我上次数学考多少分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我找谁陪我去买鞋呀 和鱼和富耀多有事 要不问官方 你男生的眼光说不定不一样呢 说得有道理啊 那我问问他啊 喂 官方 你明天有事吗 陪奶奶才够 那算了吧 拜拜 我还能找谁呢 你是有其他事吗 穿成这样 跟要见什么重要的人一样 重要 什么重要啊 你别这么说话啊 我平常我不也这样穿吗 少给自己贴贴 我以为没说是我 走了 走了 时间也不早 你这人怎么得到的 不知道珍惜呢 我这摆忙之中 凑凑空了陪你逛街 你这这这 态度不对啊 不过话说回来 今天就我一个 对啊 就你一个 算你有眼光吧 知道找你吗 这跟眼光没关系啊 主要是问他一圈 就你最嫌的 我 不对 隔壁王大爷也有空 只是我还怕他 审美跟我有带高 想了想了还是找你呢 好歹你也算是个男生 审美应该跟女孩不太一样 什么叫好歹 好好看 好 你不是说好看吗 试试 算了吧 你今天博尸来买这个 你好 我想试试这个 好歹 好歹啊 明明没穿过高端鞋 为什么还要买 我穿三十七码 这鞋也三十七码 不挺合适的吗 再说了 我比刚刚走得我多了 好 来 但你不是很喜欢那双运动鞋吗 很多事情都是要做出选择的呀 哪有权都有的道理 你是为了倩鱼哥的演奏会吧 知道了 还为 如果你是倩鱼哥 你觉得我怎么样 我怎么会知道 也是 你又不可能是他 不过 今天还是很谢谢你陪我逛这么长时间 已经好久没人对我这么有难心过了 我很开心 你也不想看 给我吧 谢谢 那年的少年心事 好像跟初夏一起 暴露了踪迹 不好意思 借过一下 于是有了并不刚明的伪装 他用手臂撑起一片安全区域 却把手心的汗归咎于炎热 而看似巧合的偶遇 只有其中一方知道 这是比数学题还要精密的计算 鼓起勇气送出去的礼物 披上了恶作剧的外衣 选择 选择在心里默念那句 希望你开心 但喜欢总会悄悄溜出来 在每一个看他的眼神里 在台灯下偷偷写进日记里 这些琐碎又小心翼翼的瞬间 就像是小孩藏在口袋里的糖 夜里撕开糖纸闻一闻 明天就好像更值得期待了一点 上了这么久的课 大家放松一下吧 我们来玩个模仿的小游戏 从官方开始 夜晚模仿一个小动物 游戏 让让怎么比猫咪都可爱 不对 在我这里 她比可爱还要更可爱 我猜我一定是喜欢你了 没有任何原因 也没办法说明 我猜一定是上天的指引 让我遇见了你 最好时候的你 给我勇气也给我爱 这是我的底牌 不再怕遗憾 因为你一直在 就算我影子放不开 不敢的拦出来 到现在 我不想不再徘徊 就算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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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遇见了你 这不是我 也不想不想不想不 Âu 我遇见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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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